在建中的西部地区首条跨市域轨道交通线,成都至滋阳线,近日顺利完成顿购下川驼江控制性节点工程。 该线路全长38.7公里,设计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,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成余双城经济圈城市群的互联互通水平。